记者政委齐台北报道,行驶国道途中,若前车突然有物品掉落,不仅严重危机后方车辆安全,后续清理散落物还是由国家买单。 对此,交通部高速公路局今年将严定国道散落物收费要点,要让国道掉落物品车主共同负担清理费用。 另外,国道5号雪山隧道每年约发生前件需要进行拖旧的车辆抛锚,交通事故案件,雪碎仅两线道又是封闭空间无路间,一旦发生事故被交通顺畅度影响非常大,希望能透过提高拖旧费用,提醒民众行车前要注意车辆保养,不要在隧道内发生抛锚事件。 根据高工局统计,去年共有约4万3千件国道散落物事件,造成766起车祸事故,俨然成为国道隐形杀手。 高工局表示,以往清理散落物都是由各工程处委外负责清理,费用都是由高工局支付。 为降低民众行驶国道发生物品散落情况发生,提醒民众确认装载货物是否捆绑牢靠,交通部处以着手研议,要将罚还从9千元提高至1万2千元外。 高工局现在也正言你国道散落物收费要点,针对不同散落物情况,向民众收取清理费用。 除散落物会对国道行车安全造成危害外,若有车辆故障抛锚于路中,在车辆都是高速行驶的环境下,同样容易导致事故发生。 目前高工局在全台最长隧道学隧出口,两侧设置24小时拖旧车,其他路段则踩登记制并开放拖掉业者上国道拖旧。 车辆于国道上拖锚,找来高工局合作特约厂商拖旧,现行费用为10公里内1500元。 但因为雪山隧道是长隧道,密闭空间又无路间,不仅救援较困难,一发生情况就会造成车辆堵塞。 高工局今年也考虑演绎查别费率,其透过较高的拖旧费用降低车辆抛锚事件发生几率,提醒民众上路前一定要检查车辆状况。 2号 4号 5号